好啦 還是不講那麼多理論 剛剛上一個人的12星座星運是射手座 講了整十十分鐘 所以這裡就快點題 直接講有什麼影響 所以如果大家想學一些占星理論 做一些學術研究 那就要聽回第1001條片 那個就是今次的農曆八月 對全世界人類有什麼影響 那裡就會有多些星象的解讀 直接有一個星圖給大家看 好啦 現在這條片就是講 農曆八月 伴隨著這個柱女座新月 是初一 是不是 對柱女座本身自己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柱女座無論是上星星座 還是太陽星座 都是 applicable 首先要恭喜單身的人士 因為你們會非常之attractive 你們這個農曆八月會變得非常之有吸引力 即使 就算我當別人不是說覺得你真的很漂亮 但是別人會在你們身上找到一些價值 雖然不多不少這個價值 都應該是一些比較膚淺的價值 例如 不是說真的看到你有什麼內在美 或者他覺得你有什麼那麼厲害 但是可能他會覺得 咦 這個柱女座有些東西認識到他的話 他有些東西會大挾到我 可能別人會這樣想 所以為什麼你會吸引到別人的 給一個小小的tips 因為水星就在天灰座 所以如果你要去增大你們的那個吸引力 穿多些白色和金色 那究竟是什麼人會被你們吸引呢 柱女的朋友們 首先他可以是你們的一些舊情人 即是有機會舊情服事 見回一些ex OK 也有可能是一些很嚴肅 很serious的人 不苟言笑 尤其是可能他們也會做財經金融這些專業人士 OK 也有可能是 不可以說老人家的 但是 比你們的年紀是大一點的 OK 就算不是真的那個實際年紀 OK 但是 可能是他們那個心智是非常之成熟 因為 這個世界上其實有時候有很多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名字呢 大小孩的相反是什麼 老不是老還童 啊老人症啊老人症啊 所以 就算我當年紀是相弱 但是你會覺得他們的心態是非常之老的 心境老的OK 那悶啊 剛剛都說了不苟言笑 很serious 那可能會很慢熱 不是很大膽 就算他們追著你也不知道 是的 又或者 這些人是很喜歡一些舊東西 老東西 例如他 很喜歡聽 那些六七十年代的歌啊 或者他很喜歡草古董啊 或者他 他們的衣著很過時啦 很討氣啦 很漂亮的 甚至呢 有機會其實你們是會長一點的 就是他根本就 不在 你的身邊 可能你們是 不知道 甚至是Facebook才會見到的 那樣咯 說起愛情又怎會不說性呢 是不是 雖然你們的愛情的確不錯 尤其是單身的朋友們 OK 但是呢 性方面就差一點點了 尤其是 剛剛都說啦 可能你們會見回舊情人嘛 那麼 舊情人以前 什麼都玩過了啦 都沒有新鮮感啦 所以那個性可能的滿足會低一點啦 是不是 那或者如果你們遇到一些 很 很serious啊 或者是一些很老人家 那他們還怎會有活力 跟你去享受 性的樂趣呢 是不是 那 更加 例如 長一點 是不是 長一點就什麼都搞不了啦 那所以為什麼呢 哦 原來這個農曆八月 你們的那個性生活呢 就比較是 低水平一點點的 即不是說低水平 即是那個 那個滿足度就比較低一點啦 然後呢 在星期四晚怪談呢 我也是說了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 哦 這個農曆八月呢 對處女座的朋友呢 是一個懷孕 非常之好的時候 是有很多的機會的 但是剛剛都說了啦 那個性方面啦 那些能力 是會比較低的嘛 所以聽起來又有一點點矛盾 是不是 那麼 其實生嬰兒是透過性行為的嘛 那如果性行為差的時候 又怎會容易得到嬰兒呢 但是我現在 當我去錄製這個片段的時候 我忽然之間才靈機一觸 其實 可以去做 人工受引啦 是不是呀 去做那些 就是什麼 就是一些醫學的辦法啦 那就又可以 就是避免了那個性行為 但是又可以得到嬰兒 是不是 何況什麼呢 何況告訴大家 這個農曆八月 根本就是你們處理了 會一個花費大的月份 花費到什麼地方呢 聽著啦 就是下小朋友 是啦 懷孕啦 或者是真的 如果你們已經有小朋友 就是那些小朋友 他們一些可能教育花費呀 參加課外活動啦 OK 和畢竟他們都已經開學啦 那就是這些地方會花費 所以你說這裏的意象 是不是重到認一認呀 你就是要為了小朋友花錢 然後性行為是不好 性生活是差 但是既然有懷孕機會 就是你要去做那些醫學的幫助啦 還有另外 還有一些什麼地方會用到一些錢呢 如果是已婚人士呢 可能會有離婚啦 或者是一些婚居呀 或者有一些遺產啦 遺產你聽起來好像是你去拿啦 但是可能遺產裏面會有一些手續費呀 或者有些什麼遺產稅呀OK 又或者是別人欠債 但是在還錢的時候就在那裡拖啦 那這些地方 處女座的朋友都要小心 那個花費是多了一點的 尤其是是中秋節前後 就是10月1號 西曆10月1號的前後 就會更加容易是虧了這些比較大的錢的 那講開又講啦 既然性的活力是低 然後又會容易就著懷孕的問題去花錢 尤其是中秋前後啦 那為什麼不趁現在去看醫生呢 就算你現在這一刻還沒想要嬰兒 但是反正都會破財啦 那不如自己走去認掉啦 所以我覺得現在去做一些關於生育的治療 都是一個非常之好的timing 因為好像那些風水師傅呢 就是見到你會有血光之災 那不如叫你去洗牙去捐血咯 自己去應驗了它咯 那如果 雖然你們這一刻還沒想要嬰兒 還沒說去做那些 試管嬰兒那些什麼生育的 但是調理你的身體 給將來 你們去得到小朋友 那其實都是一個應驗的好辦法啦 我覺得 最後呢 處女座在這個農曆八月 都有一些貴人的 是你們的親戚啦 親人啦 尤其是跟你們同年紀或者同輩份的 就是兄弟姊妹啊 或者那些堂阿表兄弟姊妹啦 OK 還有一些你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即是越早認識就越好 越舊時候認識的就越好 OK 還有新式的那個 即是我剛剛都說啦 即是我剛剛都說啦 一開始恭喜大家 如果單身有機會是 即是有 即是戀愛的機會嘛 對不對 那這個新對象呢 其實他本身都是 以一個貴人的姿態 出現在你們的感情生命裡面的 是